我们知道在俄乌战场上面 现在感觉到俄罗斯有点略战上风 连非常重要的战略地方 阿卡迪布卡 现在乌克兰都会得慢慢地撤退出来 可是刚刚讲呢 西方世界不会让这样的状况 这个持续 所以现在有一个传说 F-16已经神秘地进到了俄乌战场 为什么讲说F-16已经进到了俄乌的战场呢 因为离俄乌边界300公里的地方 一个俄罗斯非常重要的空中预警机 被炸掉了 除了F-16 没有别人有这个本事 而且事实上在俄乌战场的地面战来说的话 目前俄罗斯似乎是战上风 阿卡迪布卡这个重要的战略地位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是战上风的一个状况 那乌克兰都一直讲嘛 哲伦斯基之前就说 我们只要有F-16的空佣 我们绝对可以打赢这场战 但是没有人敢承认说 F-16来到这个地方支援他 因为这个可能会让普丁不开心 就没想到在最近的时候 就发生了很多怪事 从1月到现在为止来说 1月中的时候 已经有一架A-50的预警机被击落了 就没想到2月23号的时候 又有一架被击落 保险一共出现了两架被击落 而且这次被击落的状况怎么样 他飞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这个所谓的俄乌战场在这个地方 这是杂波罗热 这个玛利托波尔 这个玛利托波尔在这个地方 他飞到这个地方 他在俄罗斯的境内 俄罗斯距离前线 大概有250公里到300公里左右 就被击落了 他在空中被击落 保险 这是A-50 在俄罗斯的领域里面 俄罗斯的领土里面 距离边界有250公里到300公里 居然在空中被炸掉 这里面不合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因为现在被炸掉之后 乌克兰就说 我们是用这个 救了这个萨姆200的防空飞弹 我们把它改装而来的 可是这个根本不可能 因为它的飞行 飞行的这个里程数 的确有300公里 但是呢 它的这个相关的准确度 不会那么好 就后来又有第二种说法 说我们是改装这个 所谓的这个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飞弹 再把它加上所谓GPS 可是问题是爱国者飞弹 设成只有70公里 你打不了 所以他们打不到 所以到底是什么武器打到了 大家不知道 你现在你按照乌克兰 所有的武器 你都打不到300公里 那事实上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有这个击落的瞬间的 这个火花 就是好像有一个 这个空空的飞弹 最像这样子 对 在空中爆炸 所以它其实火点 火药点相当相当的小 而且 它是在夜晚 对 就完全被锁定 所以到底是什么飞 什么东西打到它 当然啦 乌克兰就说 没有啦 是我们的这个爱国者 是我们的这个萨姆200 问题是大家都认为不可能 而且这可怕的是 这个A50它是干嘛 它在整个战备当中 它当时在指挥 其他的这个飞机 也就是 你在战备当中 你应该在高度警戒状况 怎么可能说被打就被打 就这台 保洁 这个不合理 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事实上 这台战机非常非常贵 它一起来 造价要三亿多美金 这个是俄罗斯 它也只有六辆 就没想到去 被你打下两架 那打下两架 这个空中预警 是在做什么 它为什么在这边徘徊 因为它就是在指挥 所有的空中的这个系统 它其实有非常远程的雷达 它可以看到 六百五十公里以外 如果你发射出来的话 它当然会知道 你发射出来啦 而且通常这种飞机来说 都会有伴着旁边 它本身就会有攻击的武器 会有防止被击落的这个状况 我们就讲 美国空中预警机 你能够打得到它吗 当然不会 不可能 那你怎么能够打得到它 所以任何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 不可能是从地面上的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是F-16 F-16用所谓的响尾蛇飞弹 去把它打落 这个是唯一可能的这个状况 因为只有响尾蛇 在空中发射 才可以发这么远 这么准 对 而且它可能就瞬间 那么快的飞弹 打到你 那你完全就 这个死无上身之地 所以现在就两起 从1月14号 到2月23号 这两起来说话 人家就说 目前为止 好像真的 F-16是不是已经来到 这个乌克兰战场上面 来支持乌克兰的一个状况 而且还不是只有这个 A-50来说话 这个预警机很厉害 他们还有一个叫 EAR-22M的指挥机 也被打掉 那事实上 这就是这个之前 有被说他们紧急迫降 紧急迫降在这个 所谓的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保洁他破降的时候 你看 这是这个迫降之后的照片 好像被机枪打到的一个状况 然后好像被 不知道是什么样 造成这样的损伤 那是非常近距离吗 保洁 这看起来很像是机枪打的 对 机枪打 有可能这样子啊 那他就迫降 保洁这台飞机 你说这个是 EAR-22M的指挥机 指挥机上的尾翼 对 结果被打穿了 好那这个为什么 很奇怪呢 保洁 EAR-22M它是什么飞机呢 它其实是俄罗斯冷战时候的 最后的这个空中的这个 这个算是最后指挥机 在这一台 就让他把它改装什么 改装成前线的指挥官 所以这上面是有前线指挥官 在这个地方 他要控制前线的战士 就他居然被打到 所以那这个 这个如果你是从地面上打 大概没有人会相信 这个最有可能就是空中 来把你击落 那甚至人家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之前 在这个所谓A-50被击落了 还有这个EAR-22M被击落了 或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来说 甚至之前 有这个被击落那一台 A-50的这个预警机里面 有这个俄罗斯的空军远程 航空的这个副司令 他就在上面 他被击毙耶 所以那是 这个好像是刻意为之的 而且你知道最后 2月23号那一天击落 为什么要击落吗 这是俄罗斯的国定假日 他们入侵乌克兰的日子嘛 国家保卫日嘛 他把你打掉 所以那是这个整个 张冠看起来的话 绝对是可能 现在大家都怀疑说 F-16真的已经来到 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乌克兰已经锁定 克里米亚了 对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 F-16已经来了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你看 从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这个拜登 拜登他们的态度就是说 要保住这个整个乌克兰 包括说像这个 之前达沃斯的经济论坛 2024年首要目的就是要 控制制空权 然后马克宏又说 不允许俄罗斯战胜 无论是美国或欧洲 都会这样做 所以这个马克宏已经说 我要拨这个40枚的 这个SCALP的 这个长城巡弋飞弹 给你 然后还有数百枚的炸弹 我要这个协助你 那这是拜登 拜登现在不是不讲 但是大家都认为说 如果他顺利连任之后 他可能就会派遣 地面部队进去乌克兰 因为他没有连任压力 他可能就会这样做 所以现在 这个克里米亚才会这样警告 普丁他这几天说 如果北约成员派兵 参加乌克兰的话 俄罗斯和美国所主导的 北约这个军事联盟之间 将不可避免发生军事冲击 所以俄罗斯现在 直接叫正北约了 所以他知道说 你可能要来了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战况是这样 但是好 我们就讲 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为什么俄罗斯 能够慢慢的节节的 这个能够有点在地面上 反败为胜 主要就是因为 中国给他非常大量的武器 给他非常大量武器的时候 最近你去查获到很多 包括说像这个乌克兰 抓到这个俄罗斯的军人里面 你看就很多这种 黄种人 对 人家说那这个是谁啊 这个当然了 俄罗斯就说我们也有黄种人啊 这个是我们的俄罗斯人啊 但是人家说 这可能是中国来参战 或者是说北韩来参战 就这样 这个是乌克兰俘虏的俄罗斯军人 对 那到底这人种是来自什么地方 不知道 另外一个 他们最近打落了非常 这个 歼灭非常多的越野车 这个乌克兰就把它拆解之后 这根本都是来自中国的车子啊 所以等于是中国给车子 中国可能疑似又给人 进去帮你参战 但是呢 你想这个难道是中国 跟俄罗斯站在一起 没有 最新的凡天修台又披露一个消息 披露一个消息 披露一个消息是什么 这个俄罗斯啊 他在打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他其实最担心的是谁 你知道 他最担心是中国 为什么 因为他就说 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演练 演练什么呢 演练就是说 万一俄罗斯发生混乱 局势控制不住的时候 中国会入侵远东地区 而且他说 中国入侵远东地区的方式 就是可能现在网路上搅乱你 然后有这个派人过去给你 这个制造混乱的局势之后 然后我趁兵 趁机出兵去占领 占领之后 然后我占领 然后我就用什么 你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进行所谓种族灭绝 来占领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 跟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的方式一模一样 他们现在很担心 中国会用这一套 来入侵我的远东地区 因为当时撒谎地带 就是把这个地方夺走的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中国的确对这一块 他们也认为说 是属于我们的嘛 他们还讲到 海参威是中国的 所以还有什么柏利 那些都是我们的 那些都是我们的 所以你就知道是 俄罗斯你看看起来 好像跟中国关系很密切 但是其实 俄罗斯最怕的是谁 搞不好最怕是中国 从后面捅我一刀 好所以瑞德 这个金融时报 这边我们都把他给吓坏了 原来 俄罗斯在做 俄罗斯战争的时候 最防堵 最忌惮的 竟然是中国 而且中国有一个秘密计划 就是 如果俄罗斯真的有内乱的时候 他马上挥军北上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大家在这一次长达两年多的 这个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疑惑 俄罗斯领土那么大 他的S400 还有S500 这些防空飞弹呢 还有这么多坦克车 这么多的官兵啊 为什么到后来 那么去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会面临那么 所谓的军火不计 还有人员兵力不足的这个情况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绝大多数的兵力 都放在防堵中共的身上 你也不要觉得意外 为什么 因为中共不是有好全世界 现在应该是数二数三的军力 他也把最多的陆军 最多的战力 放在防堵俄罗斯的边界上面 都在中俄边界 这两个人不是兄弟之邦吗 为什么两个兄弟之邦 他会这样子的防堵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请问一下中国的这个外患 始终来自于哪里 北界嘛 北疆嘛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彼此呢 称兄道弟 但是事实上呢 我都在预防你会被攻打下来嘛 你说现在中国跟俄罗斯 既联合又斗争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这些致命性的武器 提供给俄罗斯的话 就要经济制裁嘛 那么照理来讲 习近平干嘛甩这个 等于说拜登啊 照理来讲 他跟这个普丁 跟俄罗斯的关系 一定要更好 那我就给他就好了嘛 或是我偷偷给就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给 俄罗斯落魄到最后 竟然被迫必须像北韩这个小老弟 那么最近要到了 300多万枚的飞弹 跟相关的火箭弹 还有炮弹 最近用粮食跟他换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彼此之间是存在了一个 既和作用又竞争的关系嘛 好 辉成 另外一句话讲 现在恶物战在里面 最大的变数要出来了 现在川普已经把他 所有参选的障碍 全部踢光了 是 川普真的是 关关难过 但关关过 挡不住他了 吓死人你知道吗 之前美国有十几个州 针对就是川普在2021年的 11月6号 鼓吹他的支持者 冲入国会这件事情 引用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里面的第三条碗 说有一个反叛条例 意思就是说 你是本来宣誓效果美国的人 结果你却鼓吹你的支持者 攻入到国会里面 对国家进行叛变 所以他们认为 剥夺他所有参选的资格 不能印在选票上面 不能印在选票上面 而且我跟你说 包括科罗拉多州 包括伊利诺州 还有免应州 这三州是最高法院都裁定 说川普你有涉及到 所谓反叛的情况 所以你不可以印在选票上 没有想到川普就开始打官司 打到最后是联邦最高法院 现在九个大法官出来 九比零全部都认为川普胜诉 所以意思就是说 川普可以名列在选票上 那他的理由是说 这个东西 他现在不但名列在选票上 而且他现在在共和党的初选 秋风扫落叶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秋风扫落叶 他到目前为止 已经拿到276张党代表票 那我们知道共和党所有的票 大概是2429张票 你要获得一半的票数 你才可以被提名 一半的票数就是1215张票 然后你知道吗 他已经现在已经有200多张票 这个就是所谓的Super Tuesday 也就是3月5号 美国这一次的一个16周 超级星期二 超级星期二 16周进行投票出出来之后 有800多票 换句话说 如果这16周 真的内部的初选结果 都是川普赢得选举的话 天哪 他就已经临所谓的被提名的门槛 差不到100票 所以他现在是跟海力 是遥遥领先海力 海力到现在只有四五十张票 所以他们就说 川普看起来这一次 真的挡不住了 然后呢 那个道理才说 那个你看他现在出现在一些选举的 那个场面 超级 还故意学那个拜登 我不知道出入口在哪里 我现在人在哪里 就一直学拜登 好像有点老人痴呆样子 结果不知道是因为 他实在是初选太累了 他自己讲了好几次 拜登竟然讲成奥巴马 可是他下面的那个支持者 他现在在选拜登不知道去哪里 对对 我现在人在哪里 我在这儿有什么 我是谁 他就一直在选你知道吗 结果不小心跌倒 他也太坏了吧 他真的很坏 而且我跟妳讲 他只会更坏 所以呢 他现在就变成 所以没关系 这么坏的总统 对 然后大家都讲说 然后连民主党的人都心想 都创了一弹 结果你知道吗 拜登他说 不用担心 我是唯一打败川普的人 而我会再次击溃他 然后大家就想说 这一场比赛是什么比赛 知道吗 就是谁 比较不会惹怒你的比赛 到目前为止 根据二月的投票结果 会支持拜登的大概是43% 支持川普的见48% 所以现在拜登是五个百分点 所以在民调上面 拜登是输了 拜登是输的 而且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些选举 这是全世界在关注 不是只有美国在关注 现在欧盟 揣在蛋 因为你想说 如果真的 没有办法 川普的名字 一定会印在选票上的话 我跟你讲 现在川普讲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在前几次的 在他们自己的出学的时候 他竟然对他下面的群众讲说 有一次我去欧盟 去参加一个会议 结果他们欧盟的一个官员 问我说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再根据北约的一些 合约 我们没有履行 没有支付的话 那普丁在这个时候攻打我们 你们会出兵来保护我们吗 然后那个拜登 川普他就说 等一下 你现在是告诉我 你有帐没付吗 他说对 那如果你违约了吗 然后对方说 假设是这样的话 他说 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会鼓励 普丁想要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意思就是 普丁你要打尽量打 如果你欠我的钱没还的话 我不会造你的 我不会造你的 你保护费没奖 我就不会造你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 整个欧盟都穿了带 讲说完蛋了完蛋了 这个全世界最没有办法预估的人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黑心牛 灰心牛可能真的要来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川普的自治 很多根本就是门罗主义 就是独善其身 就算台海勇士 他们也不想帮忙的 他们不想帮忙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吓死了 我跟你讲 刚才我讲欧盟之后 讲到乌克兰那也很明昂 因为讲到乌克兰之后 他就讲到说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然后去帮助乌克兰 他就说那个谁的战争 谁自己解决 但乌克兰真的有这个战争 他说乌克兰谁的战争自己解决 他说乌克兰这个问题 你就要欧盟自己负责 你凭什么说一定要我们美国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说那个北约 很多人欠我们钱都还没有付钱 他说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知道 他现在所讲出来的 其实是孤立主义 他现在讲出来的 其实是美国优先 但是就彭博社做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 他说事实上这一次美国选举 不管是拜登胜或是川普胜 最大的输家都是中国 因为他们两个人对中国态度 只会一个比一个还要强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